好,咱们继续来看球 这是2024年沙特大四赛 傅佳俊对任吕浩天的中国得比战 那么这局球就比较有趣了 红球都打到上面去 这是经历了一番防守大战 傅佳俊这边长台没打进 直接给吕浩天露球了 那么七局四胜之的比赛 傅佳俊0比2落后 要是这一局再被吕浩天拿下的话 那傅佳俊就会非常的被动 因为对手已经来到赛点 好,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 这是一个不错的局面 看吕浩天能不能拿下 咱们一起来看球 四 叫這個大陸 大角度的黑球 还是溜进去了 停车了 应该有一两秒吧 那么灵魂拷问 要是在那带口停住了啊 然后裁判也判了 然后傅家俊再上来 这时候黑球掉进去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问大家 裁判也判了啊 傅家俊也上牌了 那时候 黑球就突然掉进去了 怎么算 这球怎么算 好答案是裁判会拿起来啊 维持原判 裁判的应判了 好继续看球 他想把低分值彩球 先处理一点 但这样的话 上分是比较慢的 他想把低分比较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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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秒钟 这观众才有两个 三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高是个硬伤 好 漂亮 44 45 台面上还有六个红球 有75分 现在领先47 52 59 好 这边超分 再把这个炸干啊 打进就会让附加菌希望彻底磨灭 第三局是没得追了 好 3比0 梦幻开局 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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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